海邊的海邊 哈囉大家好我是莫莫馳 歡迎回到海邊過日子 你們知道我現在在哪邊嗎 我在宜蘭的梗芳漁港 那就跟我們看今天買到什麼魚吧 喔 欸我要看我要看 先讓我看一下我擋得怎麼樣 喔都透明顯 這樣要吃嗎 就是閑桃圖什麼 郭川山拜五百 郭川山拜 鴨鴨 8日 湯 油 1日 是 10日 8日 5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箱子提供文入 它的文入要比較深一點 有點點夾完 噢 它這個文入超深 對 縣魚 只有來移哈 好買這隻的 嗯 沒錯,今天我們要來處理的就是 說實在的 這是我第一次吃 雖然它有時候很便宜 量又很大 有時候甚至一斤只有30到40塊 不過因為太便宜了 所以常常就會覺得可能不太好吃 就沒有特別去買 那那那那號它也叫做齒劍 之所以會叫做那號 是因為它就會捕獵那而得名 那最好吃的季節通常就是在冬天的時候 同時在日本 那那號的口感就會被形容是 是介於鎮鮮跟吐脫之間的口感 然後基本上像鮮魚這一類的魚 通常它鱗片是聚集在他們棋的附近 那體表其實是沒什麼鱗片的 所以通常在處理這種魚的時候 大部分的人或是廚師之類的 就是會直接用刀子去把鱗片給去除 那有些人如果不care的話就是 不會去鱗片然後就可能直接 去皮這樣子而已 感覺還不錯喔 這隻是弓的 我們洗一下砧板之後開始來處理他的三眉切 其實我覺得這樣的光澤感看起來還蠻讓人賞心悅目的 然後這個地方把它割開之後 你們有沒有發覺說那厚的那個血河肉 就是很厚的感覺 不愧是回遊性的魚類 血都是那麼深 血河肉這邊我直接用刮鈴漆刮一刮好了 因為感覺用刷子的話也刮不太乾淨的樣子 你看這血真的是還蠻厚的 而且很多 接下來呢我們要來做 鱗魚切 鱗魚切 說真的其實我還蠻期待吃鱗魚的生魚片的 因為我日本朋友說這隻魚真的很不適合做熟的料理 因為在日本這個最有名的料理方式就是用稻草燒出來的 那我是沒吃過 但是聽說它的香氣真的很棒 而且在日本最推崇的鮮魚的吃法 除了那種柴魚片之外 它一樣都會用那種炙燒的方式去做料理 那如果大家想試試看的話 記得要去買甘稻草 不然用噴火槍其實也行 感覺沒什麼油 我發現它的骨頭其實還蠻密集的 就是有很多骨結 我們再來把麗麵也切下來 其實我每次都一直覺得麗麵蠻難切的 因為有時候骨頭太薄的話 會不太順刀這樣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到這樣子的問題 然後 而且我覺得鮮魚在做這個 最後這一刀的時候 它很容易刀子會卡在腹部 你們看 就是每次這邊都會黏在一起 它好像它的腹骨會比較稍微靠很下腹的地方 好OK我們先把它切起來 可是你們看喔 它的骨頭是超軟的那種感覺 就是輕易的就可以把它直接切下來 怪怪怪的喔 哇靠 寄生蟲啦 你們看你們看 這邊 它的 這邊的肉都是寄生蟲 狂惶的那個東西 那不就不能吃生魚片了 天啊 不敢相信 等下我去看另外一片有沒有 這邊也是 剛沒有注意到 看它腹部的這邊的地方都長 長蠻多寄生蟲的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蟲嗎 我們也來看看內臟有沒有什麼問題 看起來感覺沒什麼問題 就是沒有像剛剛那種 黃色的寄生蟲的存在 所以應該它只是存在它的肉裡面而已 好我們一樣把它復骨的這邊給處理一下 把它切下來 然後它的復骨其實還蠻好切的 就是沒有很硬 所以大家可以很順著把它切下來 這樣子 我覺得還是把這個寄生蟲 切下來好了 因為它長的真的蠻多的 你們看 黃黃的那邊都是 而且 你們看喔 這邊 我給你們看 這邊 有比較大隻的寄生蟲 都是黃色的 我們再來把血核都給去除掉 然後我其實有發現寄生蟲通常在 腹肉的地方會比較密集一點點 反而在 背肉的地方是有 但是也比較不會那麼多 我把它削起來一下好了 但其實這樣也沒有什麼用 因為畢竟它這些寄生蟲都長到裡面 不過說真的我真的超難過的 想說我還特別跑去宜蘭買這種活的尖魚 或是限釣的尖魚 想說要來做一個經典的炙燒 炙燒 然後 沒有想到居然有寄生蟲 真的是傻眼 大家如果看到寄生蟲的話 還會繼續吃嗎 還是也跟我一樣覺得無所謂 就做熟食料理就好了呢 好吧 那等一下我們就不做生魚片料理 不過我們還是幫魚切薄片這樣子 等一下就來做天婦羅好了 煎魚的天婦羅 用炸的方式去用打到蒸的效果 我其實很喜歡這樣子的料理 然後我就不要切太大的片這樣子 就是適合你們大家可以吃那種口徑就好 切起來感覺真的好漂亮喔 真的是太漂亮了啦 你看這個顏色 這不吃生魚片真的太可惜了 中筋麵粉140克 再一顆雞蛋 再來大概200升的水 不好意思我剛剛的碗有點小 把它換來比較大的盆子裡面 然後把它攪拌均勻 再來一個麵包粉 準備好剛剛的食材 我們就來開始炸燒燒 那首先先沾一下這個麵粉衣 然後沾完之後再來沾一下麵包糠 這樣就可以開始去炸了 我每次都覺得這樣就很好吃了 再來起鍋燒油 然後油溫大概200度左右 就可以開始炸了 這種冒泡的感覺真的很療癒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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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的差不多有點變黃的時候就可以開始翻面了 像那個表皮的變黃的依據 就是我們可以翻面的依據 米酒 醬油 再來味醂 我們來煮個醬燒煎魚 放點薑末稍微調味一下 好再來就可以慢慢把煎魚全部放下去了 然後差不多等到那個旁邊周圍有點反白的時候就可以開始翻面了 來個滿滿的美乃滋江真的是天婦羅的一個絕配 酸酸甜甜的感覺 老實說其實在吃的時候我心裡有點忐忑 畢竟它是有寄生蟲 但是雖然說是煮熟了啦 但是不免得有點擔驚受怕的感覺 但其實安娜厚的天婦羅我覺得它還蠻好吃的 它沒有想像中口感的那種很柴的感覺 至少比起跟吃其餘炸其餘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但是確實它的肉質沒有到很非常的嫩 不過它是介於嫩跟柴之間的那個比較適中的那種口感 是我喜歡的口感這樣子 然後搭配其實美乃滋的風味啊 就會蠻好吃的 因為我也喜歡酸酸甜甜的那種感覺 然後醬燒煎魚其實也蠻不錯的 而且特別的是這一次的醬燒我有加入一點薑 所以它吃起來的風味會有薑的乳香氣 但是如果真的要說柴的這個概念的話 乳的感覺還是會相對柴一點 因為我們用炸的方式是可以讓它有點像蒸熟的感覺 可是乳的話它就是直接去把這個魚煮熟 所以難免的會有那種水煮魚的感覺 可是會很像我們在吃鮪魚罐頭的那種樣子 因為畢竟只拿看 有時候就會是用煎魚去煮的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們加開啟小鈴鐺 我們應該要研究一下 這次可以會。 我們可以先坐在一起 或者可以吧 我們可以分享一種裏